所以這次我都很希望找一些嘉賓 是真的自己很有信心的嘉賓 所以現在都盡量 都還在談 但是 有心水的 有心水的 許先生已經是List上面的幾個了 他上了頭 但是現在都在等公司那邊安排 或者Randown上面他們在排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 不單是許先生 其實有很多的朋友都舉了手 說我可以過來做嘉賓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都 你知道嗎 因為嘉賓的位置真的很少 因為一晚只有20首歌 比較鬆一點 你請兩三個嘉賓自己去唱少幾首 還有你叫嘉賓進來 你又好像只唱合唱叫他走也不行 起碼讓他唱一首solo 所以你多兩個嘉賓就沒有了半個小時 要擦走自己幾首歌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祥 駐称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好了 沒錯 我們的嘉賓已經先聲奪人了 接下來將會在12月11日 駕助墨花神 舉行她的Let her be Ginny 演唱會當然主角就是Ginny 吳逸希 Hello 大家好 Hello Hello Ginny Hello 好了 這次 首次在香港舉行個人演唱會 沒錯 終於等到今天了 是 因為好像聽說 這個演唱會本來在兩年前 就已經在十周年的時間希望舉行 是啊 沒錯 但是那時候就是疫情的關係 沒有辦法 就唯有Postpone了 但是我覺得今年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 因為可能兩年前 我可能是為了做而去做這件事 因為你十年這樣做 是啊 但是現在這個時刻 我覺得我自己所有東西 心態上 體力 甚至乎是 就是我自己所有東西都很準備好 嗯 就是唱歌也準備好 那麼開場的時候 然後對著觀眾的所有的心情 因為其實我的演唱會是想 講我自己的故事出來 嗯 或者是分享一些我自己 或者大家跟我一起成長的一些經歷 一些小事 所以變成做現在這個時刻 所有東西都好像很穩定 心態上又不同了 那麼就可以說得比較深入一些 以及自然一些 應該都是做了媽媽的心態上又再穩定 這是不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我想這個也絕對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可能 如果兩年前 我都覺得自己是屬於比較浮躁一點 浮躁嗎 為什麼呢 沒有那麼定性 因為其實 今年其實有一首新歌叫慢鏡 那首歌我也有說過 其實真的在疫情這兩年的期間 我個人由一個很急很急的性格 變了做攤慢了 很多事情是好像如果這樣慢下來都挺好 或者如果我不立刻這麼衝動去做這件事的話 我想一想去做可能會更加好 所以其實整個心態上的改變都很不同 那就是講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經歷 那這次演唱會很重點 可能令你惹頭痛的就是歌單方面 哈哈哈哈 已經準備好了 其實都準備好了 跟廣州那個會不會是類同 還是一個新回合 類同的回合 不過因為廣州可能有一些歌曲 就是在廣州做宣傳做得比較多 那他們會比較喜歡的 但是在香港我們有一班 就是真的由我一出道 已經在這裡很支持我的朋友 那所以可能是 將一些可能不是 就是大家可能大部分人 聽我的歌都是電視劇的歌曲 但是在香港可能會放很多一些 就是剛剛出道的一些歌曲 或者是 就是可能比較偏向的音樂 都會有 是 那所以都會 都挺期待的 因為其實我想說那些偏向的音樂 我真的沒有唱過Live 是不是要重新記歌詞 都要是否放下之後 是啊 很害怕 喂 不唱過Live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 就是之前在廣州就做了三場 自己的演唱會 在當時又給了什麼體驗給你 或者當地的樂迷的迴響又是怎樣的 其實廣州那邊 我自己都不預計是有這麼大反應 因為其實當 因為十月的時候已經是國慶節的時候 大家都會在想 其實可能會走去旅行那幫人 或者不在那個地方 可能買票就想著 可能買一場 怎料買完一場之後 還有很多人是想買票的 然後我們就在後面加了一場 加完一場之後 咦 還有很多人要買 再加 再加我們就很尷尬了 因為其實後面的日期 我們就拿不到 即場地的問題 變了很尷尬 但是我們就拿了要重演那天的 那一場的時間 就用來做了加一場 所以我們是真的由十月一號 即是很少人加一場加前面 我們就加了去前面 就被人罵到瘋了 本來是想著看第一場的票 中間 中間的場 中間的第二場 是 遲來才上岸 可以看第一場 看了幾場 變了看第一場 是的 但是我覺得很好 他們都很疼愛我的 即是我們在 我們在做show的那段時間 大家都給了很多愛我的 還有 亦都在 因為在廣州做完這個show之後 我就發現原來自己 對於站在台上的感覺 因為自己經常都 為何過往的十幾年 一直都沒有想著開show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是會害怕的 其實我是一個很小膽的人 你意思是在台上唱歌嗎 是的 竟然 是的 我一直都是很害怕的 這個對於我來說 好像是你第一次聽到的 是的 因為我一向見到Jimmy 都一個很開心 大無畏 聲大大 怕你啊 這樣就要走的 因為每一次我們一起做show的時間 通常我們在後台都會繼續聊聊天 互動一下 都是差勁 他都是比較吵的 即是後台你都不覺得他有緊張 不覺得的 手震 坐著不出聲 因為之前他可能在最早期的時候 跟許廷坑 是的 或者是紅軍 可能大家熟還在那裡 嘮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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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還在吹水 沒錯沒錯 但其實原來心底裡的吳若熙 是很害怕 是的 你害怕什麼 我會是咬青怪 其實那些傾雞可能是 想像是騙自己 讓自己沒那麼緊張 純粹讓自己沒那麼緊張 因為我是那種 我很害怕上台 其實我不瞞大家說 我從17年之前的每一次上台 我的手都是震得瘋的 震得瘋了 但是真的生完寶寶之後 回到出來的時候 那種心態 呃 隨便吧 鎮定了 你把那些震傳給女兒和兒子 所以現在不再震了 現在沒那麼震了 沒那麼害怕 因為做了媽媽之後 那個人膽大了一點 其實藝人出場之前 都會有點緊張 不過看看你可不可以盡快 在開場的那一首 或者兩首歌裡面 能夠平復心情 自然一點去調動 所以其實因為這次 在廣州做完這個現場會之後 回到來 其實就會覺得 哦 原來也不是那麼害怕 哈哈 原來也自己處理得到 是 因為廣州的粉絲很熱情 他們喊得很厲害 所以令到你沒那麼緊張 其實我想說 因為在台上帶著Ear 螢幕的時候 其實不太聽到外面發生什麼事 那我真的在做自己 我真的唱歌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 我自己的幻想裡面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在一個 K房裡面就唱歌 然後就在唱我自己很喜歡的一些歌曲 每一次我唱這首歌 我就會有一些畫面彈出來 而是我自己內裡的回憶 所以我就會覺得 原來我只要不是當我表演給其他人看 我是當我唱自己的故事的時候 我就沒有壓力了 就自在很多 如果是自信心 或者這些 什麼叫做 驚青 是呀 咬青 咬青怪 我是 咬青怪 慢慢習慣了之後 其實因為你現在帶了兩邊Ear 螢幕 我是習慣了帶一邊而已 是 用來聽聽外面的聲音 所以我就可以跟他互動一下 或者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有時候很多時候 突然你還會發覺 大家笑得那麼重要 但是又不知道 什麼事 我想 入場去支持Ginnie的朋友 都是他的粉絲 都是愛惜他的朋友 是 但是今次墨花省場館 因為墨花省場館是可以很親近的 同學米 如果你本身都緊張的話 你會不會 可能看到他們眼鏡唱的時候 你會增加自己的緊張 都可能會 但是很幸運 我自己有一群很親近 很熟悉的朋友 他們已經霸了頭幾項 所以看著他們就行了 最頂的就是 然後 一邊看著他們 你就會覺得 啊 死定 心理感覺上好像比較好 還有一群真的 跟了我十幾年的粉絲 那在這裡的時候 都會 心會定很多 但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覺得 今次的 這個音樂會 其實 就是 重點 我是真的想 唱自己的東西出來 所以 而且很多歌 都真的 大部分 可能是 唱了很多年 說了 可能是 超過 八年 九年 每一年都在唱 那些歌 你就會覺得 自己很安心 而是大家聽到 又會很有反應 因為有 就是 有很多歌的 大家可能 一intro 一響 就已經 嘩 你就會覺得 不肯定了 越難越愛 你就知道 簡類的秘密 一眼就知道 不過每一個場地 都會給歌手 另一種感覺 麥花臣 很好聲音 所以我強烈建議你 不要兩邊大小 有時候你聽外面的聲音 除一邊 好正的 好聽 好靚 好啊 謝謝你 這個陳師兄 果然是師兄 不是 我唱過 我因為 試過先做嘉賓 在麥花臣 做了一次嘉賓 然後 嘩 很聲音 然後再選 音樂會的場地 就選了那裡 因為覺得 真正的 再慢慢 享受一下 那個時刻 好啊 你說剛才 就已經安排了 這些 好朋友的 朋友 坐頭牌 是不是戴祖儀 鄭遜峰 那些 泰國伴侶 最近是泰國伴侶 都是那些 經常都看到那些 剛才天恩也說 察覺到你拍完劇 回來香港之後 第一時間就去那裡鬆一鬆 有空檔 四萬谷 戴祖儀和鄭遜峰 是不是拍攝 麻雀 三決一 麻雀鬥出三決一 沒錯 很厲害 你記得那個節目名 當然 我自己做了功課 因為我檢查 為何你跟他兩個 那麼友善 然後我再檢查 在哪裏有交叉 沒錯 就是麻雀鬥出三決 我都上去做嘉賓 是啊 那天他還在後台 聽到我腎了一整個小時 什麼事 沒有啊 沒有啊 腎了一扣牌而已 腎了一扣牌 但是當時為何會建立到一個這麼好的友情呢 其實就不是很關事的 反而是 我們朋友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大家 不是因為工作上的事 可能是因為工作後 之後可能大家在這個工作的看法 或者是某一些事件上 大家發現大家的看法是相似的 或者大家的性格都是那種 很無所謂啊 你喜歡啦OK啦 各自找到一個角色 OK 那拍完劇一回來 就跟他們兩個共了去泰國 我想知道誰是搞手 誰是搞手 誰是第一個舉手 不如去吧 就是大祖兒 因為那時候我跟他 我跟他剛剛拍完劇 在這個內地回來的時候 香港人在北京 是的 香港人在北京 那時候 因為其實我跟大祖兒 我們兩個也是 被迫住了 在同一個城市 同一個房間 被迫住了很久 你們是屋邏輯來的 因為大家都很害怕 而且是貓青怪 又貓青怪 又貓青怪 是這樣的 因為通常那些女演員 去到外地法劇的時候 通常都找屋邏輯 是的 就是很害怕自己一個房間 因為實在你去到內地的時候 你總是不知為何會覺得 會有一些 奇怪的 所以有個房間在這裡 然後又可以聊聊聊聊聊 你們 照應 是的 所以剛剛回來香港 大家不習慣沒有了對方 對方 然後 Joy就訊息了 我真的很想去旅行 那我就回覆他 我說去吧 然後 他問我 什麼時候 然後我就回覆他 多少號 多少號 還有多少號 你選吧 然後他就OK 然後就問Lennon 我說OK 然後 我們又計劃 然後去到買機票 是說三個小時內的事 嘩 真的一個雪酒就走的旅行 這個真的很青春的旅行 這種感覺是不是 做了媽媽之後 沒有什麼機會 會遇到那麼多 因為做了媽媽 你很難說我飛 我就走 是零 這次是第一次 這樣可以雪酒就走的 這次算是第一次 因為其實小朋友開始大了 還有我真的離開了香港 兩歲 我離開了香港半年 但是這半年 我沒事 沒事 老公可以做得行 有村沒辣 還認不認得你的 也很認得 還有很醒目 他經常都視訊 現在的好處就是 小朋友就算你不在身邊 你也可以見到他的 你也可以感覺到他的愛 所以其實那段時間 我放完 應該是拍完東西回來之後 回來一個星期左右 然後就很懷念 這種無拘無束的感覺 放多幾天假 加長 放多三天假 三天 這個快閃的泰國之旅 你覺得有什麼好東西 好東西 說不說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你去哪一邊 我只看到你在社交平台上換了一些民族的泰國衣服 你有其他好東西可以分享 因為我知道他們拍了很多片 然後祖兒又正在剪製 對 我們去了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例如他們有不同的站 可能有一個站叫Nana 那是大站 Nana的站旁邊有一條街 整條街都是酒吧 那條街裡面有很多 吉桌 吉桌 吉桌即是甚麼 Lady Boy 在那裡 人妖 然後我大開我的眼界 立即進去喝一杯 我都沒試過去酒吧 不是 那些酒吧 很漂亮的 有些不說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的 都說是尖沙櫃爬下來的 你都不知道 你猜不到 然後還有些甚麼 跟著 因為跟他們兩個 就會去一些自己沒去過的地方 例如我們去了一間猛男餐廳 哇 這些要說 我們聽聽猛男餐廳 鄭英鋒真的沒有上台 沒有兩手 他做完健身才進去 做完健身 然後兩位女士說他不算 那些餐廳是嗎 但是 因為很可惜 我們去的時候 是靠近Halloween的時候 所以那些猛男 全部把自己化得很醜樣 即是鬼樣 所以你就看不到他真實的樣貌 但是大約的輪廓 都有幾個 沒有 My cup of tea 但是那些馬蘭餐廳 是上半身不穿的 都有些有穿的 都有些穿的 有分有穿的餐廳和沒有穿的餐廳 有些有穿的 或者有些穿少一些布 有些穿少一些布 但是你真的到那裡 叫做什麼 吸引你的 並不是食物 變成視覺的環境 食物一點都不吸引人 有自己吃的那些什麼 有沒有影片出的 那些馬蘭之後 拍不拍的那些地方 那些拍得的拍得的 拍得的 正常的 正常的拍得的 因為有時 都去到陌生的地方 比如說人生路不熟 突然間你舉一部Gopo出來拍 都可能會有些 回一外 是啊 立即全部貓低了 做Push up 拍一拍東西 又做Push up 12月11日就會有你的香港演唱會 沒錯 那會不會完結之後 又會打算放我小假 絕對會 又打給大祖兒 絕對會 我也希望 因為我不懂得說 其實我香港開演唱會 我也是很緊張的 因為太內母 在香港有個大型的 叫做 個人演唱會 演唱會 是 香港就個人演唱會 第一次 但是大型的演出 真的很久沒有試過 那還要是 一個場地 整個場地 都是我自己去Carry 我也害怕 所以這次 我也很希望 找一些嘉賓 是真的自己很有信心的嘉賓 所以現在都盡量 還在聊 但是 有心水的 有心水的 許先生已經是 應該在列表上的 幾多個了 他上了頭 但是 現在都在等公司那邊 安排 或者在Randown上面 他們在排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 不單是許先生 其實有很多的朋友都 都 舉了一手 說 我可以過來做嘉賓 因為嘉賓的位置真的很少 因為一晚只有20首歌 比較鬆 你請兩三個嘉賓 自己去唱少幾首 還有你叫嘉賓進來 你又好像只唱合唱 叫他走也不行 起碼讓他唱一首 solo 對 所以你多兩個嘉賓 就沒有了半小時 你擦走自己的幾首歌 是呀 所以 所以能夠出席 在吳約希的演唱會 一定是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對 重中之重 而且因為真的只有一場 所以我都很尷尬 如果有兩場或有三場 我們每一晚都不同 那就會很開心 會有Part2呢 Part2 有得想 先來 好 繼續回來 會有我們的嘉賓吳約希 請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